在西方舆论热炒乌军大反攻,和俄军溃败之际,普京的一具俄方将尽快结束冲突,似乎暗合了某种猜测,此宝台也直接冲上了热搜,俄罗斯这是不想打的吗?相比俄罗斯想不想打,我更关心的是,俄罗斯将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? 溃退是撤出,还是扭转趋势,达到目标后主动撤出,很多人都希望从普京的话中找到答案,但其实应该从目前的国际局势中寻找答案,而是不是断章取义的揣测,如果俄罗斯输了,普京将赔上所有政治声誉,俄罗斯也将滑向三流国家行列很难翻身,对于中俄来说,若俄罗斯溃败将加打中国在东边的战略风险, 中俄一三角的威力也将大大折扣,普京是不可能选择亏退的,这是俄罗斯的底线,即使不想打不愿打,也要硬着头皮打下去,我还是之前的观点,虽然以现在的情况来看,俄罗斯已经不太可能控制乌克兰全境,但是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是必须保住的,这是最后的底线,普京现在确实有些被动,但是并没有到丧失主动权的地步, 特别是在上和峰会上的大国外交,普京还是颇有收获的,从某种程度上而言,只要中国、印度等大国市场,对俄罗斯的贸易通道是开启的,俄罗斯就具有持续打下去的粮草,而西方援助乌克兰, 不仅面对俄罗斯能源断供的危机,而且国内抗议朝刺激比伏,即使是美国也面临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爆发的压力,对无援助不确定心大为增强, 上和组织峰会是俄罗斯战略东转的舞台,也是中俄一三角正式产生威力的开始,对于印度,普京更多是将其视作了西方传声统和贸易合作的伙伴, 这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普京会在与莫迪会谈时,会单独回答莫迪所抛出的俄乌问题,并进行清晰的表态, 普京就是想通过莫迪,让整个美西方都明确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,首先我们应该重视普京讲话的场合和时机, 普京的这表态,是在上和组织峰会期间,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时发出的, 是莫迪问,普京回答,而不是普京主动在公开场合释放,尽快结束冲突的信号, 莫迪说现在不是战争时代,保证粮食、能源等领域的安全才是世界主要关切, 普京回应称,他理解莫迪对于俄乌冲突的担忧,俄方将近一切努力尽快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, 但基辅拒绝谈判,并决定以军事手段解决,先不说普京是给莫迪面子,使用了外交辞令, 前半句很明显是让莫迪和外界了解俄方的态度,不是俄罗斯想打, 而是后面补充说的乌克兰方面不配合,坚持要使用军事手段加以解决, 普京言下之意所要强调的是,乌克兰想要一直打下去,俄罗斯也没有办法, 其实尽快结束俄乌冲突,是普京从战争一开始就保持的一贯态度, 他始终为双方谈判预留了空间,在俄乌战争开始后, 几轮俄乌谈判都是俄方主动发起的,但基本上都谈崩了, 其次普京和莫迪的会晤,是在中俄元首会晤之后, 普京是吃了定性丸在去与莫迪谈的,所以言语中更显淡定和轻松, 那么中俄元首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呢? 第一,中方愿同俄方在核心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,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这一表态是在上次中俄元首会晤时都没有过的, 这在俄乌战争背景下,中国的这一表态对俄罗斯而言易重大, 凸显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支持, 也是中俄高度战略互信的实质性体现, 这表态其实已经很明确了, 什么是彼此核心利益? 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, 台湾问题,俄罗斯会坚定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立场, 乌克兰问题,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, 历史经纬和是非屈指出发,独立自主做出判断, 中国的这一贯立场, 明先有别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一边倒的谴责和制裁, 已经是中国方面能够做的对俄罗斯的最大支持, 第二,俄罗斯高度赞赏中国朋友, 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持的平衡立场, 在美国等国家毫无原则的制裁俄罗斯之际, 中国没有做任何对俄罗斯伤害的事情, 如果中俄之间没有高度的信任, 中国不采取平衡的立场, 俄罗斯的处境可能会更加的艰难, 所以可以看出, 俄罗斯对中国的感谢是真诚的, 注意,平衡立场不是中立立场, 而是积极对双方矛盾和冲突进行有意义的调和, 对于俄罗斯, 我们没有疏远朋友一直打开贸易通道, 对于乌克兰, 我们始终对平民的安危, 表达关切和人道主义援助, 能够让俄乌双方都理解中国的平衡立场, 可见难度有多大, 值得注意的是, 就在上和峰会中俄元首会晤之际, 美国总统白登通过西方媒体放出狠话, 除了中国支持俄罗斯恐遭遇投资叫停风险, 美国的再次警告, 凸显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所持平衡立场的不易, 即使面对目前俄乌重大变局, 以及西方的多次警告, 中国也没有改变一直以来的平衡立场, 其实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和压力, 第三, 俄中都主张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, 树立了国际关系典范, 普京说的这句话虽然有些无需, 但其实是对中俄共同价值观, 主张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高度认可, 这句话是对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, 体现打国担当, 发挥引领作用,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心的呼应, 说明中俄不仅是在经济贸易上的充分合作, 更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上达成了共识, 这样上河组织的定位和历史高度, 又从政治层面上上了一个台阶, 所以说中俄元首在上河组织峰会上的会晤, 其成果比上次二月份的会晤更丰硕, 更务实, 而普京就莫迪向全世界释放了, 俄方将尽所能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, 并没有受战场局势的影响, 而是取得大国共识和支持之后的从容淡定之举, 也可以说俄罗斯做好了继续打下去的准备, 最后西方阵营矛盾重重, 普京的能源断供策略已发挥奇效, 这一期之前达成的对俄罗斯能源的限价联盟已经破裂, 9月2日, 七国集团财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确认, 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设定价格上限, 对此俄罗斯以能源断供反制, 现在北溪一号已经停止输气, 普京直呼绝对愚蠢来形容欧盟, 现在欧盟内部已经出现不同意限价额油的声音, 据内部文件透露, 欧盟在对俄系限价医师上并未达成一致, 匈牙利、奥地利等依靠大量俄系进口的国家, 都极力反对欧盟的计划, 各国的抗议活动也是此起彼伏, 德国总理舒尔茨还是与普京进行了对话, 他表示尽管双方意见难远得折, 但必须进一步与俄总统普京进行对话, 这说明德国方面其实有些扛不住了, 除了欧盟内部对现价矛盾重重, G7对印度的拉拢计划也已告吹, G7提议对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设置上限, 如果想要这一计划作效, 很大程度取决于俄石油的大买家们是否愿意配合, 于是G7集团首先对印度发出了邀请, 虽然印度在当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, 但是印度在9月16日就此时进行回应时表示, 印度不是G7成员国, 购买俄油是因为考虑到能源安全, 尽管美国已经鼓刀出一个44美元的俄优限价, 但是负荷者寥寥, 中国和印度作为俄罗斯石油, 天然气的最大买家, 只要坚持购买甚至扩大进口俄罗斯石油, 天然气, 美国的限价措施将很难实现, 再加上如果欧佩克国家选择不增产或少增产, 限价令就会是一纸空文, 可以说俄罗斯的能源断供策略, 已经取得实质性效果, 中国和印度没有参与到西方限价联盟, 欧盟内部也矛盾重重, 那么普京在上河组织峰会上的积极外交活动, 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把握主动权提供了支持, 对于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问题, 普京只说了主观上的努力, 但一切还取决于西方的态度, 和乌克兰以军事手段解决的意志强硬程度, 而这而者是相互作用的, 对于核武这个大杀器, 始终是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筹码, 是最后的底牌。